很多人都吃過這個小熊軟糖 除了直接吃之外 網友發揮了很多的創意 像它可以搭配檸檬汽水 或是動起來變成小熊軟糖的冰棒 而跟手工餅乾一起烤 它可以變成果醬 還有塗上指甲油 這個不能吃了 但是它可以變成一個可愛的飾品 紅色 黃色 綠色 五彩繽紛的小熊軟糖 可愛又帶有水果味 部分年齡層都很受歡迎 但你知道嗎 這小小一顆軟糖 就要發揮創意 吃法也能 千變萬化 把檸檬汽水和小軟糖 一起放進小熊軟甲鍊帶 然後直接拿去冷凍 凝固後就像一隻色彩豐富的 熱蛋水果口味冰棒 還不錯 但是基本上現在冬天還沒試過 有機會還可以試一下 冰起來感覺不錯 除了清涼冰棒 就連手工餅乾也能餐一咖 用低筋麵粉 糖 奶油和雞蛋等原料 做出麵糰 接著塑形在中間壓出一個凹槽 放入160度烤箱 先烤個7分鐘 讓餅乾定型 再放上軟糖 烤個2分鐘 就大功告成 那這個餅乾做起來的話 是很受小孩的歡迎 尤其是在 譬如說我們現在聖誕節快到了 我們可以做給孩子 開Party用 非常好用 雖然軟糖融化看不出小熊模樣 但餅乾多了些水果味 如果要冰要烤 先麻煩 就要準備一把水果刀 把不同口味軟糖對切 再合體 就能一次品嘗兩種味道 不過可不可以以為小熊人湯就有吃 能夠有變化 透明的指甲油 我們就把它先刷過一個指甲油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硬一點 而且也有保護作用 就跟一般DIY手煉材料差不多 只是要記得小熊身上要先塗滿透明指甲油 避免軟糖結束空氣變質 最後依照喜好串在一起 就完成了這風格獨特 又有個性的飾品 特別的 因為小朋友都還滿喜歡做這些 勞作這種手勢 只要塗上指甲油 小熊軟糖還能當成耳環材料 花點巧思 日常生活小物也能增加不同樂趣